呼 菁木 叶华 叶华 你 叶华你干什么 我以为要偷火 我不过是因为天气太热了 所以 姐姐 我再也不能让你 你 你不是在房中 披公文吗 怎么 怎么突然来这儿了 密鼓去哪儿放给你 发现你不在 告诉罗 我便出来寻你 我们回去吧 从大紫铭宫回来 他就从没问过我师父的事 倒是奇怪了 小五 小五 你是不是喝酒了 脸怎么这么红啊 我们清秋景色宜人 所以 我就带太子殿下四处逛逛 斜阳微风 满池 荷花飘香 正适宜优惠 今天下午 毕方来了信 说你被人打得半死不活 我跟你四哥 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特地来看看 你到底是怎么样 被人打得半死不活啊 上回伤得半死不活 确实有些失礼 没等你老人家来看一看 就擅自好 真是对不住您 这次呢 伤得虽重 却不至于半死不活 实在是让您失望了 哪儿来那么大的火气啊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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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都惹你生气了 不拿个宝贝 怕也平息不了你的怒气 来 这擅子送给你 画面还是西海水军 亲自画的 便宜你了 老凤凰还知道 头其所好送礼物赔罪 果然聪明 不过 你们两个去西海干什么 我们前些日子 碰到西海二皇子 他说有事要求遮掩 所以我们就去了西海 大师兄有事情 原来你跟叶华 都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 你和昆仑须那些陈年往事 让我们这些老东西 替你瞒了那么多年 现在这样 就不用再打妄语了 之前 玄女偷走了师父的仙体 是叶华帮我救回来的 先不说这个了 我跟你四哥去了趟西海 很累的 不如我们先回狐狸洞吧 想不到你也能在言语间 被抖地生气 沈煙上山还有本事 他年纪大我许多 捅他生气也没什么 若是小辈的神仙们 在延坛上得罪我 我也不会同他们计较的 我倒是希望你能 事事与我计较 我同你有什么好计较的 姑姑 太子殿下 异族的李靖异军递了明铁 想见姑姑 已在谷口等了半日了 她还想做什么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今天运气真不错 刚好赶上一场热闹 将她给我撵出洞外 姑姑 不 她就在谷口等着 尚未尽动 随她去吧 什么恩怨都要解决的 你这样拖着只会徒家烦恼 择日不如状日 不如我们今夜 就和她了结了吧 我跟她有什么好了结的 早就了结完了 你四哥回来把我书房给占了 我今晚是看不了公文了 只好拉着你陪我下棋 我要弥谷给你收拾收拾衣裳 明日就陪我回天空吧 阿玉 英儿 你怎么这么老 他们待你如此不好吗 再怎么说 你也是君上的皇子 是他唯一的孩子 孩子只有娘疼你 快吃吧 快吃吧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现在要我怎么做 我要你杀了我 杀了你 没错 就是杀了我 我父亲曾经在我兄妹三人身上下了一道咒 我们三人没死一个人 他的法力就会增加三分 所以你只有杀了我 我父亲才有机会破终而出 重夺四海八卧 青藏破终而出 你不是想杀青秋白浅吗 他现在已经飞升上神了 就算你有机会逃出去 再修炼数万年 你也杀不了他 在这个世间能杀他的 只有我父亲 李静把我封在这里三百年 让我连死都不能 总算老天有言 让我等到了今天 你就按照昨天我跟你说的小路 从这里走出去 就能找到易剑与青秋交接的那边树林 穿过那边树林 往西就是青秋 往东就是凡间 你千万不要走错了 你往东去凡间 去找颜值 当初你如何骗得昆仑虚阵法图的 你就如何骗取燕之的怜悯 他心地最是善良 一定会帮你的 而你需要做的 就是像如今对我一样 杀了他 我怀里有一块玉 它会指引你找到胭脂 你一定要拿着 尤其是当你接近胭脂的时候 这块玉就会发疼 就算你眼睛看不清 你也一样认得它 你们一族的人 果然心都狠 这怪不得我心狠 他离境竟然如此对我 我就是死也要让他陪葬 只要我夫君能够回来 知道离境做的事情 与天族结盟 就一定会为我复仇的 现在除了杀了我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来吧 动手吧 杀了我 杀了我 好 快 来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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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 碧云 原来是你 我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 只有你肯舍命一死 让微妇孤零大产 来微妇破终日冲 我一定会图进四海藏绳 让天下为你殉葬 哈哈哈哈